俠女英雄传剧照 新传剧团提供 曾永毅自由复刊 民国38年1949 前后至45年1956 台语片电影兴起之前 是台湾歌仔戏的黄金时代 那时那台歌仔戏班 每到巡回演出的市镇 就会化妆彩节奏宣传 情况十分热闹 戏班规模多在30至60人之间 巡演一地 以十天一党最为普遍 著名剧团如拱乐社等 并经常引邀到南洋一代 闽南人多的华侨社会公演 由于受到福州戏班的影响 这期间的歌仔戏业 大兴舞台声光 不仅机关变化之能事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剧目 是火烧红莲寺 火烧红莲寺 故事出于明初小说家 平江不孝生江湖奇霞传 廖崇志老师回忆说 我在金山乐社学这出戏时 全排300多个歌仔戏班 有一百多团都在表演 这十天党齐的联台本戏 其中变景 技法多彩多姿 五龙兔真水 五蛇兔真火 声音喷剑 机关陷阱 地下密道 空中飞腾 放剑光 掌心雷 不一而足 观众目不为之目眩声迷 因为以借八字高龄的廖老师 对这出陈丰敏一时的金光大戏 记忆深刻 眷恋难忘 所以庆祝建国百年 2011之际 于花莲文创 园区奋力将之推出 赢得无数观众的激赏 而今为响应文化 大部科技跨界制作的倡导 再次重置 结合创意人才与 现代剧场手法 透过科技整合 将之充分升级 融入精致歌仔戏的艺术风格 于其中 更加讲究情节之紧凑 排场之心影 人物之塑造 唱腔之动听 以此重现60年前歌仔戏 鼎盛其之风华 为了实现这样的理念和目的 廖老师请孙傅瑞 被与他共同编剧 曹富永担任导演 而张显此剧特色者 莫过于繁重之舞台装置 乃不惜重金礼 聘当今一时之选 如道具设计之部 李赫森公司 与舞台设计张哲龙 他们都不久前 在世大运大显身手 而廖老师更将其门第 此经位进出 借此展现他数十年来 新传歌仔戏的成果 也因为此次演出 这主席日原本浓缩 精致许多 比起见过百年 的花莲场更为改善精进 所以将剧目一座 《侠女英雄传》 将于今年10月28、29日 两天三场假新开幕的台湾谢去中心隆重推出